还有跟男朋友吵架 竟然是推倒路边的机车来泄愤 基隆这名女子在跨年夜当天晚间 疑似跟男朋友吵架 当时不但是怒摔手机 还接连把停放在棋楼的机车 给一一推倒 车主看了画面之后 气得po文直呼 情侣吵架关我的机车什么事呢 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女子身份 进一步争办 女子怒气冲冲 单手一推机车硬身倒地 但她气不过又跑到棋楼的另一侧 猛力一拉 这台红色机车也无法倖免 过没多久女子又折回 吃力的扶起机车 不掉重心不稳 都还没有扶正又垮向另一边 机车二度伤害 女子物品也四处飞散 不过这台车根本就不是她的 傻眼的 因为自己的爱车这样被推倒 而且还是两次 情侣吵架吧 女的不爽就把车推倒了 她后来想说可能要帮她扶起来 然后又倒另外一边 她怎么气死 车身满是刮痕 怪不得车主火气也很大 事发就在跨年夜 接着一名女子疑似和男友吵架 一气之下 竟然将停放在棋楼的两辆机车 推倒泄愤 画面曝光让车主PO文直呼 请去吵架干我的机车什么事 一名女子不明原因回损停于路旁之车辆 目前已锁定嫌疑人 科正积极调阅监视器 吵架气不过 竟把机车当成出气筒 警方已经锁定对象 持续侦办中 记者蔡志恒 吉隆报道